歡迎大家回來收看我Stanley的開箱 這個Fresh Retro在今年動漫節 2021 年會參加這個展覽 所以Stanley 我今天就和大家先行預覽這四個機甲兵 還有一個新的基地要和大家分享 機甲兵的包裝既簡單之餘 亦都十分實在 這樣拉上去就可以移開那個盒蓋 之後你會看到有說明書 有包容卡 還有貼紙 至於這裏就有類近吸索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Figure 有它的背包 還有一些配件 這個配件就是給機地的連接用 然後還有一些槍 時間飛逝 我已經準備好四款都放在大家前面 我亦都已經將它們全部組裝好了 那這些MECA 機甲兵 亦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譬如好像Tom 或者Jack 這樣 你會發現它們有兩組顏色 分別就是這個天藍色 然後就有這個紫色 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它們是一些隊伍或者什麼 實際上其實是它們的四個完全不同的公仔 而且它們每一個人的配備 亦都是全部不同 好 今天來到這裏就跟大家來個十分鐘的快閃體驗 首先來這個3.75吋 寫著Anti-Gravity 反地心吸力的MECA 咦?我幹嘛把它倒轉? 咦?倒轉它 它也不掉下來 咦?我先來一位 一切其實是源自於這一塊 這塊蜂巢式的貼片 其實它有一個磁力的 而這個FIGURE的腳底下 也都包含了兩個磁力片 所以就可以做到倒轉的公仔 也不會掉下來 坦白說人偶不算太過重 所以你倒轉吸著的時候 就不會掉下來 你亦都因為這樣 不需要額外去買一些支架 去做一些什麼動作 對於你想在場景上 製造一些激烈的打鬥 甚至乎做一些單腳踞 或者在外太空 多角度打鬥畫面 你完全都可以因為這個功能做得到 而這一點正好呼應SIB這個主題 就是場景無死角 連人偶砌起來也沒有死角 是否很熟悉的 有看過之前Review的朋友 就一定會認得出 沒錯 你用了這些件 便可以跟之前的SIB場景 做一個合體 去做一個無死角的擴展 即使你沒有買到SIB場景 你買這個MECA 它附設了一個背景 你把兩個三個組合一起 整個小場景都可以 這個粉藍色的MECA 它有兩支長槍 有一把小型的軍刀 另外後面就有一個機械感受 十分之重的背包 甚至乎連這個收納彈 炸彈也有 至於武器收納的地方 就是這個扣位那裡 至於活動能力方面 對於玩人偶的玩家 一定是最注重的 它可以點到頭 亦可以轉到頭 厲害就是肩膊 有一個蝴蝶關節 然後手臂可以旋轉 前臂當然不能少 亦可以轉 實際上它已經提供了 基本以上的活動能力 非常之人性化的設計 細工步方面 你注意 這個帽子和食指是不能動的 然後第三、四、五隻手指 一見過 亦可以同一時間一起動 真是很人性化的 上空可以堆擺 然後亦可以轉腰 在腿部的活動力是超強的 這個一字馬已經是一個基本 然後小腿可以屈曲 這個時候就看看Tom 他們的骨架整個設計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可動方面亦都不重複 這裏就做一個對比 或者大家一眼看來都覺得 其實兩隻是否差不多 只不過是不同顏色 實際上並不是 他們只有下半身 以及前臂是用了銅帽 在其他地方的用件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它的頭 整個頭的設計是不同的 藍色的平滑 紫色的設計是有多一點流線感的 再細心一點看 肩甲也不同的 不是說標誌 而是說整個設計 要注意它可以älle 會出產 Anna 加有mana 這呢 會面 denk 東西 2010 看 ouais 進子中 這件事 不是吧 這個 都是好 再說 迷腿 Tomp 也然後 首先,它只是一個玩具 第二,大隻佬是拿上手,有相當的重量 背包也有充分的設計 武器背景方面也完全不同 武器的收納點就是這裡 我很喜歡這種大隻佬的感覺 還有很大的一支槍,我覺得很性感 活動能力方面就跟小的差不多 所以同樣也可以做到很多的動作 有一個小小的不同的設計 就在拳頭這裡 好了,這次就輪到手指弓不能動 然後二、三、四、五手指連同一起一次過動 腰關節方面就有點緊,同樣也可以轉動 轉一會就小心點,按著它來轉 就像這樣 CG 中我最喜歡的是大隻仔 Jack 你看看他那把重型的機槍 真是很厲害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以上一切都不是我將它放在最後介紹的原因 是因為... 唉...好不幸 實屬個別的案件 我這個Join 它是有一個損耗 其實這一個小問題 跟供應商說回就可以做一個更換 甚至是自己動手動腳去處理好 實際上整個品質是非常優秀的 今天剛好有不幸 就剛好給我拍到給大家看 我都做過很多review 它的背包設計整個都是不同的 收納的地方就是這裏 它有一把超級厲害的暴力開山刀 然後還有一把輕機槍在旁邊 後面還有一個推進器的東西 我可以攻守兼備 手臂這裡還要有一個盾 你說叫我為何不可以不喜歡JACK 逐出場就是這個SIB-07 整套場景包含了很多新的配置 亦都有一些新的顏色 這本書這麼厚的 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你們不用怕 為何要這麼厚 因為它只不過是跟大家介紹 亦都很細心說回兩個模式之間是怎樣砌 而且你可以細心看到 它每一頁其實只不過是一大幅公仔 和只是教你一兩個步驟而已 所以才要這麼多頁數 令它這麼厚 在組裝方面依然都很簡單 很輕鬆 你我它都做得到的了 我在看電視的情況之下 簡簡單單輕輕鬆鬆 兩個小時內就完成了 你不要聽錯 不要記錯 我是真的在看電視的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真的十分之輕鬆簡單 那我們就快速來看一下 這個SIB-07的新機體 就是有什麼特別 看到有不少地方 增添了很多貼紙 整個組件的畫面 在顏色方面也都相當豐富 不再是單一這麼樸素 這次有黃、藍、紅色 一起的顏色 亦都增添了新的配件 好像這個排污水渠口 新的組件 好像這個紅色的鋼筋 亦都為整個組件 增添了一份工業味 這次的SIB-07 無論在組件 甚至顏色方面 亦都相當豐富 來到最後 當然是把剛才前面四個裝甲兵 放進去一起玩 很簡單 如果你對今天介紹的這些MECA 甚至乎這個SIB-07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到今年的香港 2021年的動漫節 Fresh Ritual 會在那裏參加擺展 你現場看到實物 甚至乎可以馬上買到 小幾格兵 就賣港幣200元 大幾格兵 就賣220元 至於SIB-07 就賣460元 多謝你 以及感謝你 收看我分享的影片 我是Stanley 下次的影片再見 拜拜